观众朋友早 欢迎加入大爱早安新闻 我是林国新 今天日期来到了11月10号 农历是10月17星期四 新闻首先要关心的是生活讯息 首先带您看到的是疫情的进展 昨天呢 新冠肺炎的确诊本土病例 比上个星期是下降的 大约是25.1% 等于说呢 少了四分之一的病例了 这疫情呢 真的有明显趋缓的迹象 因此指挥中心同时又宣布 又有新的疫苗到货 免费的快筛等等的多项政策 同时也评估口罩要分阶段来松绑 那么今年的第一批采购的莫德纳次 是带BA.4跟BA.5的双架疫苗 因为班级引误的关系 预计会在今天上午才会抵达桃园机场 数量是70.3万剂 暂定会下个星期五开始来配送 提供12岁以上的民众当作追加剂使用 另外疫情指挥中心的免费发送快筛剂的对象呢 除了65岁以上的长者 以及6岁以下的儿童以外 也扩大会发送给小学生 还有中低收入户 至于什么时候才可以不用再强制戴口罩呢 指挥中心表示会分阶段进行松绑 目前还在讨论当中 指挥官王碧胜表示 第一阶段不排除朝户外不强制戴口罩来当作方向 最快11月上路 不过没有办法确保社交距离的活动 像是户外演唱会、大型的赛事、选举造势活动 都还是要戴口罩的 疫情渐渐的松绑 但是天气的变化确实越来越大了 观众朋友或许都发现 今年秋天以来 这个雨下的特别多 尤其在北台湾还有宜兰地区 这个下雨的天数似乎比过去还要多一些 还带来了一些灾害 气象专家就说到了 持续性的异常降雨 都是因为反声音现象引起的 而且今年已经是反声音现象的第三年了 后续的天气变化如何呢 还需要持续的观察 连日暴雨下在苏澳山区 泥流直屑而下 民宅受影响连大卖场也进水 依据过去30年的平均资料来看 苏澳气象站的年平均降雨量是4435毫米 那以9月跟10月这两个月的累计降雨来看 是比平均值要多了700毫米 过去两个月宜兰大雨 豪雨不断 其中苏澳西茂山侧站统计10月5号到10月8号 35天当中只有一天没降雨 今年累积到这个月4号 总雨量已经破万 以观测资料来看 10月份的新茂山10月份的累计降雨是1900毫米 但是在今年10月份的时候 它下了4500毫米 南洋平原这种等级口的一个地形 所以当有吹这个东北季风吹到南洋平原的时候 它会跟这个地形产生交互作用的影响 南侧这边产生气流的堆积 这样的堆积就往往会在南洋西以南 一些平原或者是在山区带来异常的降雨 在反生一年出现的时候 它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气象的一个条件 北边有高压 南边是一个比较低气压比较活跃的时期 就会比较容易产生所谓的秋台共半的效应 最近的就是从2020年开始 黑色这条线 那当然预报它大概会持续到明年的这个 1月2月3月左右 一般出现反生一年来讲的话 我们春季的降雨相对来讲会比较容易偏少 要再出现这种反生一年的气候形态 明年看起来相对机会是比较低 听来明年持续性降雨 致灾机率渴望减少 但春雨会少到什么程度 还要密切观察 带新闻消息节李建宽综合报导 接着是国际新闻 但您看到也是大雨下不停 加勒比海岛国多明尼加的首都 上个星期五开始就下起了大雨 这个雨量是过去平均值的两倍 因此引发了洪水灾情 造成有六个人死亡 好几百间的房屋都遭到了破坏 连农田也重创了 街道变成湍急的河流 民众在水中推车前进 而地下道的阶梯也变成像瀑布一样 大水还从街道灌进了房屋 民众用水桶努力地摇水 当地的总统表示排水系统设计不良 才让首都的洪水暴涨 而问题目前还在扩大当中 另外国际间又传出了大裁员的消息 继推特之后呢 又一家网络集团要大幅裁员了 脸书的母公司Meta 证实要裁员13% 相当于1.1万名的员工 外界就认为 这是科技业进入寒冬的警讯 这是脸书18年来 第一次大规模的裁员 招聘冻结也延长到了 2023年的第一季 包含了元宇宙在内 这些网络公司呢 现在都受到影响 还包括我们现在常常使用的 通讯软体Quad APP在内 现在呢也都进入裁员的阶段 因此就有专家分析 这回裁员可能是科技业 进入了这个财务危机的部分 也证明了这个全球经济进入萎缩 继续要看到的是医疗大突破的部分了 过去我们有听过人造器官 但是现在呢出现了人造血管了 英国呢现在在实验室里头培养出了人造血 那么正在进行临床的试验 科学家从军血者的血液当中 提取出了干细胞培育出新鲜的红血球 整个过程呢大概只需要短短三个星期而已 但是研究本身呢 却耗费了十多年才走到了这一步 目前有两位民众呢参加试验 根据了解 这种人造血当中的红血球是非常新鲜的 存活时间更长了 针对需要定期书写的人来说 有机会拉长进阁 也可以呢减少铁质沉淀在体内的影响 而这一项研究呢最终的目标 就是希望这些稀有的血型 可以增加它的库存量 各式各样的小药丸 就像家里开了间迷你药局 疼痛能靠吃起来的 每一天的生活 疼痛能靠吃药缓解 红血球不足却只能靠输血 但红血球细胞有一定寿命 因此每三到四周就必须输血一次 现在终于有机会把输血间隔拉长 一半的添加血 会影响古老的血 而它会被你的身体快清除 所以我们会给别人很多新细胞 然后它们应该保持新细胞 最终能保持新细胞 满满的新细胞从哪来 英国科学家在实验室中 使用健康捐赠者的血液干细胞 培养红血球 50万个干细胞大约三星期后 最终能养出15亿个红血球 然后当它进入身体 当我们搬出它 它会变成红血细胞 所以它是非常新的红血细胞 红血球细胞一般可以存活120天 理想情况下 使用人造血能让输血间隔 拉长到4个月 这项研究耗费长达10年 现在终于进入人体试验阶段 目前受试者都没有出现排斥反应 一旦试验成功 需要定期输血的患者 就不必再担心铁直沉积 对器官造成过大负担 研究终极目标 更希望能制造出稀有血型 拯救更多生命 大爱新闻综合编译 也是跟民生有关系 因为疫情的影响 很多人快要三年没有出国了 那么现在呢 国际的防疫松绑 像是日本国门就大开 也正好呢 现在是秋天赏风的季节 再加上日元贬值的影响 国际观光客是大量的涌入 刺激了当地的消费 不过呢 这个人流大幅的移动 再加上冬天的脚步进了 也带动呢 新冠疫情的复燃 时隔将近两个月来 日本现在呢 出现了第八波的疫情 确诊人数是大幅的增加 当局就表示 将会维持呢 社会经济活动 同时提高警戒 因此呼吁民众要备妥快筛试剂 还有居家的药品 比较保险一些 东京秋叶园 静刚富士山脚 北海盗小尊士 镜头往哪转 映入眼帘的都是满满效益 日本的方法价格比较便宜 日本国门 大开加上日币持续贬值 赏风好季节来临 美丽景色 实惠价格 让人看得心痒痒 巴不得跳上飞机 不过 全国新增病例数连续三周上盘 八号更是时隔将近两个月 再度突破八万大关 北海盗甚至创下九千多人的新高记录 第八波疫情来袭 大势几乎底定 当局打电主意 要维持社会经济活动 偏偏疫苗接种率却止步不前 接种三剂的覆盖率只有六成多 后剂更是无力 随着疫苗的保护力开始消退 专家忧心忡忡 呼吁民众尽快接种 大爱新闻综合编译 下一段新闻带您看到 今年新寿正志工的故事 休息一下一分钟之后 马上回到大爱早安新闻的现场 他的一生禁锢在轮椅上 他的思维却能飞向宇宙深处 我的目标很简单 就是高冬宇宙 它是什么 它为什么存在 透过阅读 走进天才的世界 发现自己的宇宙 你是否还记得 跟妈妈一起阅读的那个书 妈妈总有本事 把故事说得好有趣 在我的脑海里 清晰记得每一个欢乐的天鹤 欢迎您继续回到新闻现场 出门上班上课之前 一起来关心今天的天气状况 那么今天依旧是偏东风的环境 不过这一封面水气又开始增加了 因此东北部还有东部地区 以及基隆北海岸 部分地区都是会下雨的情形 而且还有机会会出现 比较大的雨势要注意了 而桃园以南大多是多云到齐 可以看到阳光肉脸的天气形态 感受上是温暖偏热的 另外要提醒中南部的朋友 气象局针对中南部地区 发布了农物特报 其中台中地区这个能见度是不到200公尺 开车上路的话 记得要留意视线之外 也要把这个车灯打开 注意安全 另外呢今天的空气品质方面 同样中南部的空气品质稍微差了一些 有过敏的朋友要留意一下了 继续来看到详细的温度预测 首先看到北部地区21到30度 降雨几率最高有40% 桃树苗地区最高温31度 降雨几率10% 中部地区21到30度 降雨几率10% 云嘉南地区同样是21到31度 降雨几率也是10% 往南走到了南部 最高温是31度 降雨几率最高是20% 至于东部的部分 最高温29度 降雨几率最高60% 外岛的部分 最高温有27度 降雨几率最高是30% 暖期新闻给您满满的正能量 来看到抢救早产儿的故事 有一名男婴 她的名字叫做恩恩 出生的时候不足远 妈妈怀孕26周 就把她生下来 当时体重只有700公克 因此身体的器官还没有发育完成 也没有办法自主呼吸 小小的身体 身上插满许多的医疗管线 令人看了是相当的不舍 在台北慈激医院 住院治疗一年多的时间 现在终于出院跟家人团聚了 来毕业了 毕业这一书拿好 这天是早产儿恩恩出院的日子 团队前来给予祝福 回想过去 她提早在26周出生 体重仅700公克 而且一度命违 出生的时候 她就是需要急救的 有插管 有压修 快半个多小时才抢救回来 其实很多器官都会受损 出生后也面临了全身器官 发育不成熟的问题 无法自主呼吸 必须插管 吞咽功能不佳 无法喝奶等 好在医疗团队持续努力 她已经会自己吃奶嘴会翻身 其实我很谢谢医疗团队 没有放弃我的小朋友 他们都给我很大的支持 恩恩加油 祝愿一年多 跨科团队共同照护 就像是大家的孩子 医师也特别请人制作 蝸牛玩偶送上祝福 陆路医师谢谢 带来小蝸牛 很开心可以看到恩恩终于可以顺利的出院 他们是有潜力的 他们需要的是时间 蝸牛它就是它虽然很慢 最后我还是会达到终点 外公不要不要那样不要不要不要 大家该做的 出院后除了持续回诊 复健也会安排居家照护团队 定期到家中关怀 全方位的照护 守护恩恩 平安长大 小燕加油 祝福你 越来越好 要加油 大爱新闻黄信言 郭嘉旭特别报道 孩子平安健康长大 是每一位家长的期望 只是有些小朋友长大之后 可能会有挑食的习惯 因此建议家长可以试试 让小朋友自己来动手做料理 从过程当中找到成就感 也有机会来做这个机会教育 来参考美国这两所 慈祭人文学校的做法 放上蔬果 卷起铺上一层饭的海苔 日式风味的寿司就完成了 自己动手做 会体会到就是这一个 吃的健康的重要部分 而且也让学生们体会到就是 自己也有这个能力下厨做出一道简单的菜 华府慈祭人文学校主要是鼓励学生家庭家长们都能够常常舒适 华府围棋一个月的健康吃活动 家长和慈青学长陪伴引导 他们也更可以学习到 就是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有 什么事情需要注意 还有吃饭有一些礼仪礼貌 为了提升蔬食料理能力 奥斯丁的瓷青料理铁人赛 除了比创意 厨余的处理列为评分项目 多国风味都能够以蔬食上桌 是为环保 也为互生的成果 大约新闻真上美之工 蔡慧金 范盛宗 陈宗坤 黄芳文 美国报道 一般来说 当人们面对第一潮的时候 需要人家鼓励 加油打气一下 尤其美国的佛州 之前是遭到 伊恩飓风的侵袭 许多受灾户 看到房屋毁了 心情真的是跌到了谷底 于是这几个星期以来 美国的慈激志工 是持续关怀受灾户 给灾民带来正能量 一条条的环保毛毯 志工从箱子取出后 再一一放进环保背包 伊恩灾后 慈激在曼尔斯堡的 第四趟造访 现场已充满爱的能量 我帮助到这里 所以我决定帮助别人 为何我能帮助 我喜欢做这些 我们今天帮到10至12个人 我们要帮助到大陆尔斯堡的 我们将来帮助到这里 我们将来帮助到这里 所以谢谢您 您做的 发房现场多了好几位之前 受住过在回来服务居民的志工 他们挥别水患阴霾的经验分享 让领了限制卡的大家 破替微笑 对志工送上的祝福 居民有了妥善规划 相信这股支持的力量 能帮助大家尽快恢复正常生活 大新闻 这上美志工 泰瑞普卡 赵福奇 美国报道 上人行脚行程来到了台中了 昨天下午主持台中地区的 第一场岁末祝福 现场新受证的志工有89人 其中这一位王成功 他在父亲病失之后 为了孝顺 陪着妈妈一起做慈祭 并且受证成为真正的慈祭人 看着儿子在台上精脏演绎 妈妈感动莫名 仿佛看到了慈室的先生 其日做慈祭的庄严身影 我就闷到我师兄 他在笑眯眯的 我说你怎么回来 他说今天上人要来 那个睡末祝福 我当然要请假来 妈妈说 先生今天向佛祖请假 回来观礼儿子受证 因为生前没判到 此刻终于圆满了 其实儿子在慈祭家庭长大 心中早有爱的种子 只是忙于事业 因缘不具足 直到两年前爸爸病逝 妈妈其实很悲伤 我就跟着妈妈 一起来参与慈祭的活动 这样就真的是 比较快能够走得出来 全体一起唱售 想诗动 儿子受证这一刹那 爸爸愿意成为永恒 爸爸他在临终之前 他也是一直心心念念着 他很想要再回到花莲 会感觉好像我是代替爸爸的眼睛 然后再走一次这条路 这一秒钟 不可以说错误 不可以去错两头 所以不可以怕错落 所以每一天的都是把握心念的这一秒 刹那间的心念传 菩萨路上绝有情 大爱新闻 张哲仁 欧阳光辉台中报导 继续带您看到是北部大学跟南部医院的合作计划 杨明焦大跟大林慈祭医院签订了建教合作备忘录 医学生未来可以到非都市型的医院实习 贴近偏向医疗 透过这一次合作协定的签订 那我可以提供我们医学院医学系的学生 尤其在社区医疗的部分 能够透过这个全人教育 全人的观点能够有更新的体会 我们的目标不是只有为了大林慈祭医院 应当是说为了云家地区一个医疗 会注入一个活水 我们更希望引进我们的人文的一个精神 让我们的下一代的学生 下一代的医师在这云家地区 能做更深的传承 大林慈祭医院借重杨明焦大的医学 理工专业教学乡长 朝向临床合作培育新人 这也是杨明焦大第一个在云家地区合作的医院 期盼为大林医院注入活水 提升偏乡的医疗照护品质 接下来是早安读报的单元 要带您掌握国内外媒体关注的焦点 先看到中央社的报导 受到少子化的影响 台北市的教育局考虑全面要调降公司力高中职招生的人数 预计每班减招一个人 最受关注的就是明星高中像是建中 恐怕要减招23人 北医女中的话恐怕要减招20个人 再看到是联合报的部分 美国其中选举原本预期会出现共和党大胜的红色海啸 让民主党灭顶 不过初步的开票结果显示 共和党在众议院的领先 但是幅度是不大的 参院更是胜负未定 红色浪潮变成了红色联衣 最后是BBC的部分 俄乌战争 俄军不敌乌克兰的反攻 准备撤出地涅薄河西岸的重大战略城市克松 这象征俄军的重大挫败 以上就是今天早安读报的焦点提供给您参考 也感谢您加入今天的大爱早安新闻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 书时365日日速的节目 我是林国新 祝您平安顺心 我们明天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